你看啊,这个小红上的帖子 小红书上这么说 他说为什么这个女儿工作后基本上不和家里主动联系 然后有一个回答的 这是显示知乎上的帖子翻过来的 他说因为你女儿不是你这个家的既得利益者 你的女儿在这个家庭里是被剥夺权力的对象 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小丑 而你不允许她逃离 你们不是父母,而是地主 你们是奴隶主 他是被剥削的农民 你们希望他为你们种田卖粮出力流汗 还要感激他们给了 就你们给了他一块地来种 我看到过一句话说 中国有些父母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你让他上学 你做饭你让他捎带着吃一口 你早饭都不给他做 你中午饭都不让他吃 你只让他晚饭吃那么一顿 这是缺姐的小时候 在缺姐的死爹和他的田方下了屌子之后 缺姐早饭没得吃 午饭没得吃 只有晚饭让缺姐吃一顿 然后你想想 你们所谓赏他一口饭 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你把他送到技术学校去 你只给他准备一个枕心 一个毯子 十块钱 床垫都没有 什么洗手用品 生活用品都没给他准备 你心里想的要是什么 你在他高中三年 天天叫嚣着要杀了他 要跟他断绝妇女关系 不许让他吃你的饭 你心里想的要是什么 你在他高考第一天 你把他的准考证扔在家里 然后他让你送的过去 你还要说 就因为给你送准考证 当我给你小弟做饭了 这缺姐死爹对缺姐说的话 你一定要经常去看 穷人家的孩子自理更生 这是缺姐死爹 在缺姐高中三年 天天喊着艰苦奋斗 自理更生 只把这个话对缺姐一个人喊 然后不花家里一分钱 却能为家里带来 很多很多的财富 聚保盆盆 不需要有这个 这个生前的这个第一份钱 无中生也就能给你 变成很多很多钱了 源源不得 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将为家庭做贡献 作为他这一生的目标 你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别人可以撒娇 可以在家里无敌渠道 可以跟父母关系十进十远 而他永远是怕麻烦别人的那个人 是别人谈谈说地 追求自由 而他只有看看 偷偷看一眼都觉得窒息的未来 你说你觉得他不回来 不亲近你们 你很惆怅 但是他比你 他比你们更痛苦 他远离家乡 他一个人在外地 会遇到领导的责难 朋友的背叛 同事的缠年 太多的麻烦事 每遇到一件这样的事 就会提醒他是一个 孤独的没有依靠的人 他是一个连麻烦都无处 倾诉的人 也许很多次 他身处热闹的饭局 却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 他如果选择回家 就要接受自己这一眼 放到头的人生 未来的生活 一直是在你们父母的淫威下搞活 随便的工作 随便的婚女 随便的人生 结婚时 你们可以随便 把它塞给任何一个 能够接受他的垃圾货色 缺急的姐夫就是这样 然后他还要时不时 拿出一些家用来救济 你们的小金点 救济父母 救济你们这段 混蛋老畜生 或许 他弟媳妇坐月子 还需要大姑姐 来充当一下免费保姆 然后在你们的传宗接代的任务 完成之后 他就接到了给你们养老的任务 你们传宗接代的下吊子 他就得给你们养老 这一切实在是太划算了 一笔买卖 你只需赏他一口饭吃 就可以得到他全部的人生 而不孝顺就是你种下的 可以操控他的骨虫 你清楚这一切 他也清楚 所以他要逃离 他要抛弃你们 选择用亲情去兑换 忍受孤独的自由 他要自由 他选择用亲情去兑换 也许他对所谓的原生家庭 还有多眷恋 但是你们付出的感情和要求 和他付出的东西比太少 而他能在这场 亲情和自由的博弈里 那么轻松 那么痛快 那么决绝的抛弃你们 无情的出走 你们功不可梦 他的好事就是从小到大 都不用我们操心 这是缺姐四爹 最得意的 这是缺姐追求自由成功 最大底气 你们知道 为什么家会成为温暖的地方吗 因为无论在外面怎么痛苦 怎么独立回到家 就可以变成一个三岁的娃娃 做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而你们的女儿的家并不温暖 他连自己的家都不能回 对他来说 家还是学校 还是工作的地方 甚至是员工宿舍 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员工宿舍 还比你这个家 要温暖太多倍 要安全太多倍 不都是一样的 全世界不都是一样的 充满虚情假意吗 不都是阴谋诡计吗 一样的去提醒他 完成又一个的所谓的任务吗 和不一样的冷冰冰吗 就你这样的垃圾祸色做父母 你真的是太自以为死了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人就是自私自利 要为自己考虑吗 既然你为你自己考虑 你却希望别人给你去插屎屁股 那你的女儿也想为自己考虑 当父母没有做好 这个精神分离的觉悟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 有自尊自爱自重的女儿 你就必须训练出 你父母对你的失望 你不可以太快 太快 你会让对方愤怒的反驳 也不可以太慢 太慢会让你 全身的血液被吸干 有时候你要 做出一副 不动声色的样子 让他相信你不会绝情 麻痹他的应激反应 你有时候你要快刀斩烂麻 让他来不及一把抓住 只能他自己面对了 他养老院低价的 这个劣质的养老院的空墙 一边等待一边反省 一边骂你不孝顺 所以呢 有朝一日 你必须要成功把这个胎盘 从自己身上撕下来 而不至于让对方或者自己 流血至死 所以呢 你必须成功的在现实层面 解决了你自己的生存问题 你不得不深切的意识到 在精神层面 你一出生就没有父母 天地之间你是一个孤儿 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孤儿 然后你必须要精神独立 你不要再想着 从你什么这个原生家庭里吸取温暖的精神力量 感觉到自己有底气 没有你自己给你自己底气 尽管 你在脱离这样的垃圾的原生家庭 非常之痛苦 非常之孤独 你整整孤独了二十年 但是好歹也比你一辈子被吸血 吃一辈子的屎 他们喂给你的屎 要幸福太多了 这是确切想对所有原生家庭不幸的女性说的话 尤其是要过年了 中国的这个阴历年 所有的这个春节就是 各方阴这个什么 这个妖魔鬼怪 大乱斗 大混战的时候 各种拉击人就在你面前捂来捂去 所以你自己内心一定要坚定 缺姐在六岁就已经没了妈 缺姐在六岁就已经被自己的亲爹放弃了 她的内心完全不把你当孩子看了 再在十岁就下了屌子 缺姐就已经发过毒 说我这辈子绝对不要生孩子 所以说当你自己决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坚持的走下去 你不要再眷量 你在幻想 你的畜生父母能对你回心转意 能做一回人 就这种品性低劣的人 他一旦长了拥有了不受控制 不受监管的权力 他都不知道怎么当人了 所以说你必须得学会 独立 断奶 很痛苦 很孤独 却得经历过 但是我一旦是挣脱了 对这种畜生父母的幻想 我一旦是对他们彻底的不抱任何幻想 我一定一旦决定了我就是活 我这一辈子 我对我自己所有的事情负责 没有任何人给你兜底 那你会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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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变得更加强大